有天狐狸猫在家里看电视时 电视上出现了一则广告 内容提到不管你是骑车或是开车 都要跟前车或行人保持安全距离 否则容易发生危险 狐狸猫想到了上次的过马路事件 它跟小树蛙没有受伤的原因 除了它们很迅速的跳到人行道以外 是不是跟卡车司机保持安全距离也有关呢? 但是什么又是行车安全距离呢? 嗯,对 趁现在狐狸猫还在思考的时候 就让我们先将画面回到当时的卡车司机身上 看看在这个事件中 行车安全距离是什么 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我们可以根据先前学到的概念 知道在这短短的一、二秒钟时间内 司机身上发生了哪些事情 一开始司机很平稳地在马路上开车 突然发现狐狐狸猫它们有说有笑 但是没看红绿灯就闯过马路 司机眼睛见到了闯红灯的两人 这项刺激的讯息迅速地借由感觉神经传导至大脑 然后大脑发出踩刹车的指令 这项指令经由脊髓向下传导 再经由运动神经元传导至腿部肌肉 引起脚部的肌肉收缩并踩刹刹车 请问 当司机看到人后急踩刹车 是属于哪种反应呢? A. 意识动作 B. 反射动作 C. 两者都是 是的 司机看到人后急踩刹车的指令 是由大脑发布的 所以属于意识动作 这样的过程是需要反应时间的 当我们接收刺激到做出反应的这一段时间中 司机所驾驶的车子 还是一直用原来的速度在行驶的 而且当司机做出反应 踩下刹车后 车子也不会马上停下来 而是需要一段时间减速 并滑行一段距离后才会停止的 所以根据这个过程 可以归纳出行车安全距离所包含的项目 就是驾驶人看到危险到做出脚踩刹车 这段时间车子前进的距离 再加上脚踩下刹车后 车子会持续减速的刹车滑行距离 所以行车安全距离的存在 就是为了万一遇到突发事故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有足够时间和距离 来保障人车的安全 在狐狸猫想通的时候 它又有了新的疑问 像是行车安全距离又是怎么测出来的 每个人的反应时间都不同吗? 而这个行车安全距离的数值 又是永远固定不变的吗? 狐狸猫决定隔天一早 去找老师一探究竟 狐狸猫把昨天看到广告的内容 以及它所想到的疑问 都跟老师说了一遍 不错 看来你对于意识行为跟反应时间 都有了蛮深入的认识咯 而行车安全距离是怎么定定的呢? 就像上次我们做的 皆知识实验的结果 由于每个人的反应时间都不尽相同 照理来说 每个人应该都有适合自己的行车安全距离 而行车安全距离的定定 取的是我们反应时间的平均值 更精确来说 是反应时间较慢的人的平均值 这样子才能保证 所定定出来的行车安全距离 适合用在每个人身上的哦 下列关于行车安全距离的叙述 何者正确 A. 行车安全距离是指踩刹车后 车子滑行至停止的距离 B. 行车安全距离是依据整体驾驶者的反应时间平均值 顶定的 C. 开性能好的车就不需要特别注意安全距离 请问老师 那除了反应时间以外 还有什么原因会影响到行车安全距离吗 当然还有很多原因咯 除了基本的反应时间以外 行车安全距离还受到驾驶当时开车的时速 路面状况 当时的天气 驾驶的精神状况及判断力而定 基本上来说 当车速越快 车子在我们做出踩刹车反应的时候 所滑行的距离也会越长 所以就必须要有更长一点的安全距离 而当我们视线不加时 会延误我们看到危险的时间 下雨天时路面湿滑 虽然我们的反应时间没变 但轮胎没办法有效地抓住地面 这时候刹车的滑行距离也会变长 当我们精神不好 甚至是喝酒上路时 这时候即使是再多的安全距离 都还是很危险 因为驾驶人本身的反应 已经受到酒精影响而变迟钝 甚至没办法判断车距及车速 这时开车上路就是害人害急 这也是为什么酒驾的法则会这么重的原因 因为这样的行为真的太不可取了 如何 这样你都理解了吗 我都理解了 谢谢老师 说完 狐狸猫便高兴地去上课了 请问以下选项何者正确 A. 行车安全距离 只由驾驶者的反应时间决定 B. 天与路滑 行车安全距离需增加 C. 当你精神好时 可以自行缩短安全距离 1. 行车安全距离 就是从发现状况到开始刹车 这段反应时间车子前进的距离 再加上刹车后车子滑行的距离 2. 行车安全距离 受到反应时间 精神状况 天气状况 能见度所影响 3. 维持行车安全距离 对人车安全都是很重要的 我们知道了开车 需要保持安全距离 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还有什么时候 会需要保持安全距离呢 欢迎在下方留下你们的意见 就这样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